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9月20日星期日 其實這是一個錄製的節目 我是星期六現在差不多12點鐘錄的 今天跟大家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都見到很誇張的 那12名港人包括國內的律師 那12名送中的港人的家人 香港很多支持者 很多立法會議員 都是四出奔走為他們搞的 但你看到 特區政府坐在那裡什麼都沒有做過 你看到中國什麼都沒有做過 他們找兩個牙差 他們已經委派了官方律師 這樣就有了事了 這個其實挺誇張的 令到人身心疲倦 我們稍後也會講一下這個情況 應該不是昨晚的了 星期六的凌晨 特朗普已經正式停止了TikTok和WeChat 在美國的下載 我們今天會分析一下整件事 還有比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TikTok和Oracle的交易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看到特朗普背後還有一個盤算在那裡 我們稍後也會分析這件事 另外大家在花邊會跟大家說 歐盟正式 不只說中國現在不是發展 怎麼能夠說中國還在發展中呢 只要你都說了40年了 他是正式視他為敵人 加拿大也是 加拿大也是 表明了 這樣就圍堵的勢成了 只要特朗普能夠連任的話 那就搞定了 這樣就不熬得多久了 他越快倒的話 對香港越有好處 中共越快倒台 或者習近平這個政權越快倒台 對香港越有利 這班人在台上見到所有香港的官員會不見 所有中共現在見到的那些人會不見 為什麼會不見 因為在外國來說 他不會再跟這些人有任何的相關 不會的 林鄭、李家超、張建宗 這班人全部會不見 這班人 我已經很快遇見到 有一個中共和香港官員的大清洗 不止這班官員的大清洗 這班建制派都可能大清洗 因為外國的人不會再跟你有任何交往 看到這些人的樣子就不會相信 這班人會不理會去哪裏 可能真的會去大灣區 現在白說句 除非你去非洲 坦白說 現在好像非洲都不太歡迎中國人 非洲、印度、越南 那些全部都不 即是 即是非洲都不歡迎中國人 現在的 那他真是唯有回大灣區 其實是 即是大家 肯定一段時間 捱一段時間 很快就會不見殺這些人 可能 我想幾年後 因為如果全世界一齊圍堵 中國不會捱得多久 但之前香港都還捱得到 應該還要捱得到 大家稍後看看我分析明日大禹 我們的Patreon連結就在下面 大家一直有讀者加入我們的Patreon 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這個Supporting Channel 就是5美元一個月 有時我也會多 有時我一個星期會出三條片在Patreon 在YouTube是沒有的 但YouTube的時事評論都會放在Patreon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鑽石狗和美銀 美銀有些變化,都跌了一些 美銀我們去到35% 因為大家看到美金跌了 美金跌了,所以美股跌了 美股跌的點數不是很多 道指跌200多 Nasdaf甚至跌100多 沒有辦法,因為美元在貶值 但正常的,我們都在一周股市大事說過 我就不重複了 好,星期三晚 到七月份的第三篇 我會放到網址 大家可以免費進去看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 加入我們的收費版 投資日誌和YouTube投資筆記 你現在都可以加入 因為我講的時候是19號 出街的時候是20號 還有幾期的 當然,你付費就可以拿回整個月的付費內容 大家如果有興趣加入的話 你就看片尾付款方式 有任何問題的,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我們講完花邊再講 但在講花邊之前,就有兩個消息和大家講 第一,有位讀者留言說 最近的影片少了 我算過應該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兩集 中國民心、香港民心 香港財經R、地產小專家 和一周股市大事都沒有少 這件事我是曾經在YouTube講過的 但我講的次數是很少的 我都知道在疫情之後 我相信YouTube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幫我推片 或者扔出去的時間長一點 因為在疫情 最早期就是社運 接著在疫情 我們很快就可以達到二十多K 但是突然間在疫情 尾段的時候 是倒閉到只有10K 很快的 一兩天就倒閉到只有10K 而只有10多K 是維持了很久的 我知道 是維持了很久的 即是說一條片可能只有10K 11K 維持了很久的 我知道應該是YouTube做了一些事情 即是說他幫你推片推慢點就可以了 他那個Notice給慢點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其實他給慢點的話 你自然的view數會少 即是你是不是一個 一個熊的KOL 或者是不是一個 一個網絡熊人 其實坦白說 YouTube絕對可以做到的 而我們都知道很多KOL是賣流量的 名字我就不開了 我知道很多節目都是賣流量的 即是付錢去買流量的 其實付錢買流量是有好處的 第一件事就是有廣告收益 第二件事就是 你變成一個知名人士 你接著會有其他收入 第三件事就是滿足你的虛榮感 即是你看到有百多K 你會覺得 一種無形的滿足感 就像蕭先生所說 他人生最大的成就在YouTube 對不對 他以前迷迷都沒有這麼多 他現在一個人做版 就是多了 我自己就沒有給過一毫子YouTube 我也沒有收過YouTube一毫子 但是我相信我帶來給YouTube的流量 是相當多的 大家當是扯平 所以大家看到我其實很少說 很少說 但是我知道 我也沒有打算去買什麼流量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沒有YouTube收入 我說過很多次 我是沒有廣告收入的 所以我也不會去做些什麼 我看到自己的點擊率很高 我就飄飄然 因為大家其實都沒有見過我 你都不知道我是誰 我不是一些想出名的人 我只是想說一些我們想說的東西 其實是這麼多 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 就是當你人過了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有些東西不是那麼重要 很多人知道我認識我 就怎麼樣 是吧 林鄭現在很多人認識 他媽媽真是慘 我告訴你 那你慢慢慢慢 由疫情差不多五月開始 到現在九月 我們又回復回去 即是20K 我們都不會想著做些什麼買流量的東西 沒有這樣的需要 即是我們做投資日誌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或者Patreon 其實已經夠了 即是我們日常的生活 或者支付 因為台的維持 台的發展的錢已經夠了 即是我們都沒有需要去做這些 我也都沒有叫大家做任何課金 我不評論 即是我不評論別人其他台怎麼做 即是別人其他台怎麼做 有別人的事 但是我就沒有做這件事 我也都沒有打算這樣做 沒有打算這樣做 但是大家可能要 即是在網上搜尋一下 有時候他那個通知 我知道是 即是大家當時黃標的時候 你會聽到很多KOL說 其實是真的 你出片 其實他只需要遲四五個小時 你的觀看數就大跌了 因為為什麼那個新聞是聚焦的 特別是我們做時事評論 做財經範圍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 你講一些 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道理的話 那個影片放在這裏 你可能有 即是有段時間都有人看 譬如我做過推背圖幾幅 其實是一直都有人看的 推背圖一直都有人看的 有一個是百多K的過了 大家都知道我有做過謝Sir的節目 那個節目是90萬view的 在一天之內 那些其實在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有時候人生是 你做過就可以了 你經常都要做第一的很難 你經常都要做第一的話 其實有時候就會失去你自己的 有些東西拿過就算了 那這個是我第一個想說的 即是大家要搜尋一下 因為我們通常在五六 星期五六日 一二三這五天 我們都會出兩集 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 那大家在這段時間 如果你的通知收得遲 你就搜尋一下 在YouTube上面 那通常我們都是三四出香港財經R 那四五就會出地產小專家 那星期六都很慣常 星期六出一周故事大事 這個都是很久的了 我想超過一年是這個patent 第二個就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那我有一位朋友 我們最近才知道 我們約 即是想約下個星期去喝茶 因為限聚令都很久 那才知道 原來我們有一位朋友 三月幾四月的時候 就過世了 那他五十六到 五十六歲左右 我認識了很多年 超過二十幾年 這個中風 即是爆血管 之前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醫生叫他做通波仔手術 那他 可能 是經濟問題 那醫生就說要15萬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出來喝茶 說的 15萬左右 那有 7萬就是指價來的 那他就 因為我適合我的朋友 就打電話 約他 就看到他WhatsApp 又沒有回覆 電話又沒有人接 就打了一位 我在美國的朋友 在美國的朋友 就說 你試試找他這個朋友 那這個朋友 就告訴我的朋友 就說他已經 在三四月的時候 就走了 那在三四月的時候 就 他中風 就 就 昏迷 那 可能他都沒有醒過 那 十零日之後 就不止 這樣 他 五十六度 即是大我幾年 延遲醫治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他平時都 有跟我朋友說 就是 走的時候 就 走得急 有些氣喘 心口偽 等等 醫生都叫他通伯仔 那他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經濟問題 他沒有去做 那 就是 延至今年 我們最近才知道 那 相當可惜 因為都是五十六歲 那 那 就 上行 就 兒子大 女大 已經 都出來做事了 那 這十年他都不太好 就是 自己做生意又失敗 做得不好 那 都是去茶樓 或者去做事應 那 他做事應又做得不開心 喊了 那 即 whatever 怎樣都好 那大家要 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或者你的父母 譬如說 你丈夫 或者 大家知道 其實不只是男人才會 女人都會 很多女人都是中風的 即 無論你丈夫也好 你太太也好 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要盡早醫治 大家知道 那個中風是什麼 因為 你那個 說回 少少 即 佔大家少少 air time 現在已經證實了 就是說 為什麼會 有這個 血管閉塞的問題 就是 因為你吃的 肉類裡面 特別是 紅肉 特別是 紅肉 它裡面有一種 有一個 膽固醇 叫做 膽固醇beta 膽固醇beta 就是很小顆的 當它活躍的時候 它會穿過你的血管壁 特別是你的心臟那三條 就是 大血管 人呢 有一個 保護功能 當它覺得 受到 攻擊的時候 就跟你的喉嚨一樣 它就會分泌一些東西出來 就打走 那些它當作是 細菌的物體 這件事過了之後 正常就沒事的 但是 它分泌的東西 就會黏住在 血管裡面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血管就會閉塞了 這就是 你的三條 心臟大動脈 是發炎 是發炎 那 因為你有 女性賀爾蒙的保護 這三條 大血管 在你停經之前 很少會發炎 因為你有 女性賀爾蒙保護 但是 女性停經之後 女性賀爾蒙就會減少 女性賀爾蒙就會減少 為什麼 女性賀爾蒙會減少 因為 女性賀爾蒙是會保持 女性的特徵 以及幫助你滋潤子宮 當你的女性賀爾蒙減少的時候 就沒有了 女性賀爾蒙保護你了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 女性 生小孩之後 會脫發呢 為什麼 女性 連老也會脫發呢 為什麼 女性 停經之後 會有那麼多病 就是因為你沒有了女性賀爾蒙 女性賀爾蒙是由 男性賀爾蒙再結合一種分香媒的酵素 而組成的 正常來說 就是剛剛好的 就是出那麼多男性賀爾蒙 就出那麼多分香媒 剛剛好的 兩種酵素 結合了就是女性賀爾蒙 為什麼很多女性 她年輕的時候都會脫發呢 她脫發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的女性賀爾蒙不夠 即是說這種分香媒 跟男性賀爾蒙的比例不平衡 即是說她有遺傳 她的遺傳跟男性一樣 即是說 都是在你的毛囊裡有受體 但是因為沒有了男性賀爾蒙 所以不能夠令到這件事出現 但是當女性賀爾蒙 分泌失調或者停經之後 女性就會脫發 這個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那女性脫發同一時間 也可能引致到她會有 這個中風其實就是爆血管 一樣的 名字改得好聽一點 那怎樣去避免呢 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多做運動 因為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去到某一個 即是你不要零兩零 你做運動多的話 那她會分泌好的膽固醇 好的膽固醇 就會帶走壞的膽固醇 令到你心臟的血管 受到Beta膽固醇的攻擊的機會少了 這是第一個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你吃少些 紅肉或者豬肉 吃多些魚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見到魚 你吃下去是鬆化的 當你吃下去是鬆化的 肉很散的時候 其實魚對你的傷害是最低的 對你的益處是最好的 魚肉 因為它裡面是很少壞的膽固醇 當然還有奧米加3 和奧米加6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你是女人 就不會 女人在停經前 很小心撞病 因為女性賀爾蒙會保護你 但是女人在停經之後 跟男性是一樣的 女性中風的比例 在香港過了停經次數之後 是跟男性一樣的 反而男性 去到六七十歲之後 她中風的機會就少了 女性就多了 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身體 就是這樣 逢是你有這些 心口藝 走路喘氣 就是這樣 你應該立刻看醫生 立刻做 不要延遲 通波仔是比較好 通波仔是比較好 通常要去到你的血管 已經有問題 怕一通通散死了 你的人 才會在你的腳裡 拿血管做踏橋 通波仔是比較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件事 因為會死人 因為會死人 我的朋友就是 我之前另外在我 31歲的時候 我另外有一個同學 他當時也是31歲 就是又是 心臟地 打打一下這個 壁球 就過了一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這件事 好 用了大家少少空間 今天星期六 新增是14宗 未知breakdown 但相信都是那些事 所以大家都要 不能夠鬆懈 應該是 我們上次說過 穩定地 穩定地去到零的話 最少要去到十月中 大家還要捱多 就是捱多 今天幾多日 今天二十日 捱多二十日 就是 二十五日 捱多二十五日 這個就是今天 星期六早上 張建宗說的 大家看到是 九月十九日 這個抗疫基金 第三輪已經被人 爆炸了 二百四十億 張建宗還出來說 他說 不會有第三輪的補就業 我們已經說過 為什麼整個市會這麼弱呢? 就是因為 根本上 這個是你政府做出來的問題 第三輪的社區爆發 是因為菲律賓船員 政府是應該為這件事埋單 坦白說 那些錢還是市民的 他告訴你 沒有第三輪補就業 那誰還敢出來創業呢? 沒有人出來創業 坦白說 那誰有人就業呢? 是不是? 他現在不能夠用錢 你看到他用的錢這麼少 其實 我們昨天都已經說過 其實有百多億 是留回來和中國買疫苗的 其他那些和過去一樣 實際上 第三輪政府令到社區大爆發 他只是給了四十五億 而且這四十五億其實是市民的 你看看保就業他都不推 為什麼呢? 因為明日大禹 因為他要留錢給共產黨 因為他要搞明日大禹 大家看看 適當時候 鍾國斌就出來了 那鍾國斌出來說什麼呢? 大家可以進去搜尋一下 鍾國斌說 明日大禹 對於這個 香港的庫房有壓力 但是可以 預先撥了五億出來做前期研究 屌你老闆還研究什麼? 要給五億出來研究? 你研究什麼? 五億不是五千萬 這五億給誰? 喂 做得前期研究 那就是去馬 剛剛 我們都說了一件事 疫情一平淡下來 他就說明日大禹 說定的 十月復會了 是不是? 現在在立法會裡沒有人反對的 一定過的 沒有人反對的 現在 你看到 那個叫什麼? 陳凱晴 下選 都不搞保選 任何保選都不搞 為什麼? 你搞了保選就有機會輸 就是他如果一搞保選的話 那就有機會給泛民的上 維持現狀 總而言之 整年裡邊 今年裡邊 有幾髒 骯髒的用錢方案 他都會拿上立法會 所有骯髒的東西 無論用錢 司法 whatever 他都會拿上立法會 務求在今年全部過了為止 我講的 就是這麼簡單 所有在骯髒的東西 今年他都會拿上立法會 盡快過了 不是你鍾國斌突然走出來說什麼 首先說 給了5億先 做前期研究 喇喇喇喇 就說研究OK了 然後就拿你那6千多億 所以說香港這8千億儲備 很快就沒有了 很快就沒有了 8千億儲備 沒有了 剩下4千億美金 是不能動的 一大部分用來維持聯繫匯率 頂盡你都只剩下1千多億美金 這1千多億美金 中共都會拿上 渣乾你香港維持 就是這麼簡單 跟著你香港 看看你還有沒有美國老順 來不來營購新股 如果不是的話 就將你變成一個深圳珠海 他不理的 他要錢而已 共產黨不會看前景的 他怎麼看前景呢 最重要是現在可以先納錢 看前景的中國 香港就不會變成今天這樣 對不對 現在其實全世界都 白點說句 我想除了北韓那些之外 全世界都覺醒了 你看一下加拿大 不會跟你談 加拿大不同 當然有些小粉紅留言 現在小粉紅 沒有了微信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拿錢 在美國 微信支付他們都做不到 一直以來 中國都是靠著 因為大家要明白 加拿大可以自給自足 當他下面有墨西哥有美國 他就可以自給自足 加拿大 但中國不可以 中國很多很基本的東西都要靠入口 就是因為他買這些東西 就不斷威脅其他國家 但當一件事 你慢慢沒有錢的時候 即是你沒有錢去威脅 沒有錢去買東西 沒有錢去收買的話 你看到 開始不同的歐盟 包括加拿大 不要再談 不要再談 問題就是 你已經沒有以前的錢 他現在 中國靠的美金 就是不斷叫那些 國企辦民企的公司去借錢 工商又發39億美元債 騰訊又借了幾百億美金債 全部冷人去借錢 香港全部上市 他現在能夠拿到美金的 就是這些途徑 但是現在 白點說句 如果別人已經不覺得 我要繼續跟你這樣做的話 慢慢你就會死 包括香港在內 大家可以看到 邱騰華 其實邱騰華跟共產黨一樣 你香港簽了一個國際人權法 你行了一個國安法 你這樣搞那十二個 眾中的青少年 你這樣搞快必 你這樣搞黎智英 你居然有膽告訴別人 我們香港是有人權的 然後跟別人說 我一定要 你一定要接受我 Mick in Hong Kong 我要和你美國做生意 我要賺你錢 我屌你老母 沒有人家 你看看美國 沒有人覆覆過他 你便嘗試 Mick in Hong Kong Ship過來 你看海關要不要 倒你下海 你便Ship過來 沒事的 我不是要的 你知道美國海關很辣的 如果一個月你不拿回 他會燒你 你看看別人也沒有覆覆過他 他說過兩次 我要去WTO投訴 你看看美國有沒有覆過你 沒有覆過你 沒有其他途徑 就這麼簡單 你當他霸權也好 怎樣也好 人家是你 人家是你的父母 你作為商務部 你這麼厲害 你便和中國做生意 大家看到 現在為什麼香港 又不和中國做生意 現在你看看整個特區政府 他們從來沒有說 在這一年裡 都沒有說過 我們怎樣和中國做生意 才有機遇 沒有 完全沒有 全部在搞政治 你看到我們都說過 所有的共產黨人 都是搞政治的 民生所有事情 他不會搞的 你看到剛剛 我剛剛給大家看 保就業基金 沒有 健康碼有了 你都沒有就業 見什麼康碼呢 香港的人都沒有錢 怎樣回去大陸消費呢 對嗎 這個我們講長一點 據我朋友所說 其實在美國 不是太多人用 即我們分開兩件事 不是太多人用 VChat VChat只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通訊 一個是通訊 或者視像 一個功能 就是收錢 給錢 TikTok我們稍後再說 現在特朗普說 今天我們出街是星期日 禁止所有人在美國 再下載 VChat 即是在App Store 無論蘋果或者Android 都下架 你是不能夠再 拿到他們的 VChat Program 好了 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不直接禁止 那為什麼不直接禁止 舊有用戶 可以的 還可以用的 為什麼它不禁止 它呢 我是這樣分析的 它不讓人用微信 因為TikTok並不是一個通訊軟件 它不讓人用微信 非常之明顯 因為大家知道 在美國用微信的人 只有中國人 白人 黑人 亞洲人 不會用微信 因為他們用VChat 很多人用Line 美國人 大部分都是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那些 因為它沒有需要用WeChat 我為什麼要用WeChat呢 你的功能我們有 當然支持 大家都是白說一句 它用Facebook的話 它還可以連動Facebook帳戶 但是它用微信的話 你根本 你都沒有人在中國 那你連動來什麼 他們也不會用微信之乎 所以正常只有中國人才會用 但是中國人能夠去美國的話 都不是一般人 全部都是紅二代 或者是有任務在身 要去偷東西 拿別人知識產權那些 那這一幫人呢 曾經已經試過在特朗普做勢的時候 搞特朗普 所以它現在禁止了 大家看到現在是9月20日 會搞它的大選 應該就是在10月開始 它就是在這個時候禁止你 首先一件事 不讓再有新的人下載 就是說 你再叫朋友 你們下載 有獎品 或者有錢送的話 對不起 沒有下載 你發表這些不實言論的話 Facebook Instagram Lime 那些會全部移除你 甚至一件事 特朗普知道一件事 如果沒有了微信 他們只能夠用 只能夠用 可以用到的軟件 將資料 將資料 訂回來 訂回來香港 訂回來香港 那我偷到那些微信資料給誰 那就訂回來香港 大家明白香港的作用在哪裡 因為它不能夠直接 跟中國的網聯系 訂回來香港 那讓香港的間諜 訂回來中國 好了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了微信 你只能夠用什麼 用外地的軟件 美國的軟件 那他會馬上知道 他已經預料了你這樣做 好了 為什麼不禁止整個美國的微信呢 因為特朗普知道 他們一定會搞事 現在我禁止的話 好像做得過 好像說不去 這是過去的事 好了 當那些人 他還有舊的微信的時候 他會在用舊的微信裡面搞事 他用舊的微信 把資料傳回中國 來香港 或者再找一些人搞事 特朗普知道這件事 再出來的時候 他就在10月 就會禁止所有微信在美國 他是這樣想的 你以為他是傻的 現在我禁止已經有的用戶 其實是不太公平的 但是當他發現你們真的用這些東西去做的時候 他就有大條道理 TikTok也是一樣 TikTok不是用來傳輸資料的 他的伺服器也是 但是TikTok 就會收集大量美國人的資料 以及會在你的手機上調個Backdoor 特朗普是用同一個原理 我現在廢了你武功 讓你不能下載 現在他還要賣 讓你不能下載 你便不能再收集 下一著 TikTok就要賣給Oracle 我相信特朗普會有一些改動的東西 即是說 美國人一定要佔大股 你說TikTok微信 其實沒有可能再在美國搞事 沒有可能的 除非Joe Biden上 特朗普在這裏 是沒有可能再搞事的 但是在特朗普來說 美國人一定要佔大股 不只是你賣個演算法給我 這個多狗元勢丁要你的演算法 你的演算法都是抄美國出來的 我要你的database 以及整個東西要改過 美國作主 你可以不賣 沒有問題 你看看他現在便要賣 他已經是搞不出事了 即是你看到TikTok和微信 已經和華為一樣 廢了武功了 黃世集也有說 你微信沒有了微信支付 那你的小粉紅 怎樣收錢呢? 我怎樣匯美金給你呢? 在中國匯不了 你沒有了微信支付 你就沒有錢了 這招絕隔 他就說可以抄内容 會這樣完成 這招絕隔 而大家也知道,坦白說,美國人你以為傻的嗎? 大家都知道TikTok正在收集中用戶數據 我們說澳洲深圳那間,大家很清楚 他一直在收集中你的數據,微信就更加是,因為微信是國家的 微信根本就是國家的,就是中共的 你的私隱就完全沒有 所以特朗普的招式打得很好 這一個呢,印度即時禁止了TikTok和微信 大家看到Youtube就馬上蝕毀了 推一個新的平台,叫做Youtube Shops 短,Shops,即是一個短YouTube,即是短視頻 在印度,都全民做得不錯 但如果美國買了TikTok的話,TikTok就繼續可以在印度 即是說,在印度的短片平台,就是美國佬的天下 就是美國佬的天下 所以我們經常說,你生雞扮鳳凰 特朗普說,你生雞扮鳳凰,你扮甚麼? 一招人家修你皮,你華為就修你皮 一招修你皮 你現在WeChat說到自己這麼厲害 我有十多億人用 全球都用,我一招就修你皮 不簡單 坦白說,你WeChat和TikTok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你在歐洲 你以現在這樣的狀態,歐洲 Canada,澳洲 根本上是不會用你的 人家一定不會用你的 可以,香港用 香港乃共的 香港用,台灣不會用的 韓國就是一半一半 日本就是一半一半 你日本現在換了江二位之後還死 如果日本會訪問 日本的首相去訪問台灣見錯英文 你不糟糕 你現在在吹人家賬嗎? 你不糟糕 你不糟糕 整個地圖圍繞著你 不是圍繞著你這麼簡單 將來分你中國 分你了 我看到美國佬的東西 分你了 你以為美國佬不知道嗎? 兩萬多億你怎樣還? 美金啊,不是港幣啊 二十幾萬億美金啊 他要賠償給美國二十幾萬億 美國死了這麼多人 這麼多經濟損失 你想想印多幾多次六萬億 他知道你中國給不起 分你 他現在為死你就將來分你 不出奇的 不出奇的 現在是 你生雞就扮鳳凰 你看印度一招收你皮 一招就收你皮 美國一招收你皮 現在 你就在中國搞 這個我覺得比較奇怪 你看看美國佬現在 開始動到香港了 美國因為商業自由的問題 所以他不能夠很強硬地限制 美國的商家在香港 買IPO也好 買股票也好,投資也好 他不能夠這樣做 除非真的影響國家安全 他做不到的 但問題是 你看到他開始搞這班人 即是說 你來香港買IPO賺錢 你小心點 可能吃不完就走 大家看到 美國右翼組織 他就說這個螞蟻技術 適用於軍事國家監察 他希望港交所 公佈所有螞蟻的 內部細節 關於他這些人權 國家安全的狀況 叫他推遲IPO 當然,港交所絕對不會這樣做 但問題是 這句話不是說給港交所聽 這句話是說給美國的基金 你認購某一些中概股 其實是有危險的 因為可能你買了他的股權 你買了他的股權 和他走在一起的時候 他可能拿了你的資料 據我所知 大家知道螞蟻是一間 在浙江的金融公司 很小的 後來才被阿里巴巴馬雲收購 我問他他都不能shoบ 我也不知道他有甚麼軍事 ou國家的 arte gum 我看不到他有甚麼 我也不知道 因爲大家知道 螞蟻最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阿里巴巴 支付部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金融 金融科技不只是借貸 叫你借金呢 叫你借钱,你明白吗? 他主要只有两个业务 所以我看不到他有什么技术 真的可以应用在军事和国家安全 但我看到的是,美国人现在开始移动你去香港 等你不能够再在美国夹税,封死你 所以大家认购中概股的时候,你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坦白说,如果没有了外国分佬的话,那些股票很难升 很难升 你的国家的钱,你看到就搬来搬去 大家最近都听到,原来他又追捧了传统经济股 科技股就被美国移动了 如果特朗普能够连任的话,未来四年你都没有运行 我告诉你,除非你转回来做民主 取消了国安法 这班人全部混蛋 中国共产党现在看到那班人全部摸了街 换过那班人 我不管你人又鬼也好 总之不论要见到那班人 你才有机会在未来五至十年翻身 如果不是的话,你不用想 只会一年衰过一年 大家看到这个视像会议 那习近平也是当场被人吵的 欧盟 很少的 你看到默克尔都不支持他 不过默克尔做了一年 做了一年而已 我怕现在就是吵架王毅的外长上来 大家知道德国是盟主 不能得罪 在欧盟里面 德国和英国是不能得罪的 你现在玩这些东西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这个混蛋 这个混蛋 你现在看见他就没声 欧盟都不欢迎你去 大家看看 右下角金发的那个女人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德国人 这个欧盟的委员会会长 冯德来恩 我不懂读她的名字 我觉得不是英文 她都提到这个问题 她会推欧版的马格尼之法 制裁你香港的官员 制裁你整个香港 喂 她是欧盟委员会的会长 就是说她已经得到整个欧盟 达至一致共识 那你不认读 美国你就死了 欧盟你就死了 澳洲 Canada不跟你玩 澳洲不跟你玩 日本和台湾玩 韩国不认识 那你不认识 你还不死 死硬 你玩吧 你共产党玩下去 这个呢 我们在patreon有说过 那大家当然见到 林郑玩小学鸡 现在我炒你 不是你辞职 但实际上在 在那个委任的时候 林郑是没权炒她的 即是没权撤她的委任 但她呢 有权马上辞职 但你看到别人都没出声 不跟你玩小学鸡 是共产党玩些 即是你现在看到 你作为香港人和中国人 是很没面子的 你看看别人 她都不跟你玩小学鸡 我跟合同做而已 我现在辞职不做 好了 为何她是澳洲籍的 我们在patreon里面有说过 最近 在她辞职的信里面 她没有说过什么原因 但在东网访问她的时候 她也不说太多 但她有说过 是因为国安法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大家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是立了国安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林郑出来说没有三权分立 林郑出来说我大了 没有三权分立 第三个就是 十二个香港人被捕 黎智英周庭被捕 快必被捕甚至没有保释 十二个港人送中 那这一堆东西 其实代表了什么呢 我自己是这样分析的 作为一个法官 她是根据地方法律去判决的 因为国安法就不关她的事 国安法没有外籍法官的 她说跟国安法有关 不是因为审判的问题 而是说 她只是审有关基本法的部分 即是说 这个案件交到我手上的 即是打到上来终审庭的 通常打到终审庭 都是跟政治有关的 通常跟政治有关的 如果你杀了人 通常都不会打到终审庭 很难打到终审庭 很难打到终审庭 打到终审庭 通常跟政治有关 国安法就不到她審的 没有外籍法官的 但问题就是说 关于基本法这个问题 在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她们是跟基本法而行事的 即是说 你香港是跟基本法 或者common law 我读基本法就是common law 但是最近发生的问题 令到她觉得那本基本法已经 即是你告诉人 有基本法 但是你现在看看判决 根据基本法 你怎样去逮捕周庭和黎智英呢?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根据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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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抓快必 不是国安法 那为什么根据基本法 common law 你不让她保释呢? 说不通 对不对? 说不通 好了 再退一万步 你现在林郑说没有三权分纳 但是很明显一件事 你根据法律 她可以辞职 但是你行政长官是不可以炒她的 那就是三权分纳 意思不是三权分工 而是说大家有大家互相的职能 你不intercept我 我不intercept 我们已经说过 在英国佬的年代 是没有三权分纳的 说有 大家看回以前的YouTube片 就是邓连鱼的年代 麦里浩在会上是坐最高的 怎样三权分纳呢? 对不对? 我都大了 但是他说有 当你不是很过分的case的时候 他会让你搞的 但现在就不是 就是全部关于这些政治case 中央或者行政长官都一定插手 就是说根本上 那些人不是跟那般基本法去判的 他就是跟西环那班土豪去判的 跟国安署那班土豪去判的 那我在做什麽? 对不对? 那他就走 就是我读来做什麽? 这本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那你就做完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那些鬼佬就一路退 你看到外国的基金 你现在看到特朗普这样做 其实是对的 因为外国美国基金 这样在香港买IPO的话 很危险 因为他一不喜欢 你的钱不能走 那你就打砸了 你就看到那些法官都走 对不对? 因为现在疫情稍换 他就走 我之前说过 你疫情 香港的疫情稍换 世界的疫情稍换 那些人就全部撤 他就很例子 为什麽现在才辭职呢? 7月1日有国安法 7月8月9月 为什麽去到两个半月才辭职呢? 就是最近这里发生的事 和疫情稍换 好 那我们说这12位年轻人 被送了中 其实这个任全牛 其实都很努力 相当努力 直至到今天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六 已经是第28天 任全牛这位内地维权律师 我记得我看新闻 他已经去过三次 这个深圳严田分局 他有三次 三次都 即是被 即是适当找一条公安出来 就说他们已经 就是 找了这个官方律师了 所以呢 他们就不会见你 但是呢 当他说 你找了哪一个官方律师? 哪一个人 找了哪一个官方律师? 他们完全没有说 他已经三次被拒 他正式入了信 就是申请把当事人 移送回来香港 那他在信里面 有根据一些中国的法例 就说他 盐田分局不能够处理这件事 即是没有权限处理这件事 那当然这些信 就完全没有效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在中国呢 他很怪的 我们知道 在这十二位国人里面 有些人身上 找出过BNO 那有些人 有一个 就是蒲藉的 但是中国的法律 就很神怪的 他的法律就是 只要你的父亲母亲 或者祖父祖母 其中一个是中国籍的话 你就是中国籍的 只要他抓到你的人,他就可以當你是中國公民的判罪 其實他的條例是天下無敵的 只要他抓到你的人,他就可以判你罪 其實最正常的做法就是遞駕出境 他現在當然不是遞駕出境,因為他精心策劃 現在快滿30天,他就找華春瑩說他們危害國家安全 大家看那個條例,當這件事升級的話,他就可以再扣留 我也有看岸白,他們有說過 究竟為什麼不抓船家呢? 我想船家可能已經沒有了 船家可能已經沒有了 因為中國水警逮捕他們的位置,其實是很尷尬的 很尷尬的 有可能出了中國管轄的水域範圍是不奇怪的 如果真的出現這件事的話,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你是在國際水域執法 你不可以打嗎? 那仗都有得打的 為什麼呢? 那我的船,你就跑到公海裡捕我的人? 是不是? 也有可能一件事就是 根本上他們就沒有出境 在香港水域裡 你管我幹什麼在香港水域 我喜歡出去釣魚也可以 我打個白鴿鑽也可以 你根本就不能捉我 但是這個問題呢 你看到 無論特區政府和中國 沒有回應過 他沒有任何回應過 就可能是有問題 他不能說 可能他真是越境 大家都知道我們都說過 香港警方怎麼會不知道有十二個人想著草 是不是? 就特意給水警來執法 追一下追一下的時候 進來香港水域大家不知道 是不是? 你不知道那條界 那條界可能很少 可能你就是過了那條界 那你就來了香港捉人 他不會認 他也不會說 船家可能已經沒有了 因為船家才知道 這裡是香港水域 抑或是中國水域 抑或是公海 只有船家知道 你在海裡怎麼知道? 坦白說他那十二位年青人都未必知道 但是未必不知道 為什麼呢? 如果他們帶著那些蘋果錶 或者手機 其實那個數據是可以查到 當時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可以的 所以如果他們是用那些 通常都是的 用Android或者蘋果 蘋果可以分析他們的數據 然後看看他們的最後時間 究竟是不是在香港水域 中國水域 還是在公海裡 總而言之他不在中國水域的話 這次抓人就犯法 我相信他們已經在做這件事 我相信他們已經在做這件事 而至於其他你可以做的事 其實我告訴大家是很有限的 其他可以做的事很有限 因為他只需要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的話 他做什麼都可以 現在你看到華春瑩出來說了兩句 他就沒有再說下去 因為他現在正在做精神逼供的事 要其中某一兩個認罪 然後拍短片 當他放了短片出來 好像桂民海那樣 他自己認 他就脫身 大家都知道這條短片沒有人相信 但這條短片不是拍給我們看的 是拍給中國的十四億豬看的 我真的當那些是豬 也不可以說全部都是豬 有些是豬 第一樣東西 他豬都當不豬 因為你豬出聲的話 你就會被人抓 有些是豬 有些是一定要奶共的 就好像KC博士說 他一定要塗紅的人 穿紅色的底褲 塗紅的人 他沒有辦法不做這些事情 有些是真的豬 有部份是真的豬 他現在就想做這些事情 就是在逼他們認 任何一個人認了 拍了這條短片出來 搞定 那認什麼 過台灣 找台獨分子 分裂國家 他一定要找一條最大的罪 他一定要找一條最大的罪 你現在搞到這麼嚴重的話 已經是小罪不行了 他現在就叫他們認 問題就是 他們不認 為什麼不認呢 因為這條罪很嚴重 是很嚴重的 貴文海 撞車 撞到人 對不對 你如果承認 他們都不是傻 雖然最小的16歲 李宇軒已經33歲了 如果我在鏡頭面前認 我分裂國家的話 那條罪在中國來說是很死刑的 誰承認 你承認 你現在跟陳同佳案差不多 為什麼陳同佳 他又推了 什麼疫情之後 他就會過去台灣 你覺得香港人是傻的嗎 台灣都沒有疫情 為什麼你不覺得他 他就是怕陳同佳 在飛機上 就已經爆出來了 因為陳同佳一定不會肯過去的 這個過去是面臨死刑的 你把父母全部捉了 他都不要緊 我死刑的 所以你看到搞這麼久 之前貴文海那些認罪 為什麼呢 我都是不小心駕駛撞傷人 撞死人 撞傷人 你看到鄭文杰那些 為什麼他承認 嫖妓 但是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是分裂國家 分裂香港 那些 回頭你一承認之後 判你無期徒刑 那你就糟糕了 所以他們現在是受很大的精神虐待 不讓你睡 不是不肯去打你 找些肝膏撐著你 照著你 每天問你N那麼多次 他又不敢打他 不必打他 即是打你都沒有傷痕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要拿你的人出來 你的人出來 整個人打到散了 你看到他現在又不讓你看 可能人已經精神虐待到黏了 但我最擔心有些有酵喘 有些有抑鬱 那些沒惑食好糟 很糟 他分分钟到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送回来香港 就是送回来香港 白说句 已经是五老七伤 熬多一个礼拜死了 那些他就会送你回来 他会送的 你快来死才不是 当年我妈妈也是 快来死的时候就让他离开中国 我妈妈大命不死 不然我没有我 当年所觉 他为什么那时候会给你出来 就是他要确保你是没有生产力 就是我妈妈是很幸运的 他真的大病 出了来香港 没有死到 不然他就死了 那你就想想 他会给你保外就医 他会送回来香港 你只剩下半条人命 他确保你死了 一定死了 他就送你回来 我送你回来 对了他死了 不关我事了 那些 接着他就不回应了 那你想想一件事 你做了这件事 你觉得你是否会吓到香港人呢 我觉得一个都吓不到 一个都吓不到 我自己觉得 是吧 就是你只会令到更加多香港人走出来 你只会令到世界更加围堵你中国 你只会令到更加多人离开中国 就是他党就是一个这样的党 他是一路搞政治 一路用一些高压的手段 就是坦白说 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送他们回来香港 你怎样告他们都好 市民都会觉得一件事 他们都是不对的 就是 偷渡 你即使判他们坐牢 一年半再 香港人是 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用这些高压手段 只会换来全世界一同对付你的 所以我们已经说了 你未来这几年 香港都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要支持下去 因为我相信 很快 现在特区政府 或者现在共产党这班人 很快就会全部换了 因为中国是很奇怪的 就是共产党很奇怪的 他要走到山穷水尽 就来亡国 就来灭亡 他就改了 这样的 很奇怪的 当时你看到邓小平也是 党就来亡了 国就来亡了 他就改了 他就改了 就是他就韜光养晦了 韜光养晦就是骗够你 名字好听些 大家记住 共产党有一样东西很厉害的 改个好些的名字 结果就是这样 但是现并不行 因为现在又有卫星 看到你新疆 看到你的集中营 其实当年没有 改个好些名字 比如说统战 统战是什么 统战即是我派割的 些人滲入你 然后太后 insanely 偷你的资料 就叫统战 但是它叫做统战 但是那名字不好听 曼间谍警绩不好听 就叫做统战 对不对 那名字叫健康马,好听一点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监视你 就是这么简单 他最好就是改名字好听一点 大家记住,共产党最好就是改名字好听一点 你看现在,现在他也是 健康马,那个名字叫港康马 其实他也是用来监控你,因为根本你就不需要 明日大鱼那个名字挺好听,就是掠你谁 就是这样的,前期研究费,研究为什么要用5亿呢? 你请个什么人要用5亿去研究呢? 你用了多少钱去用5亿呢? 那又是找他的人去研究 所以我们要持续发声 我就没有的,我就不会说你在KOL 或者时兆评论员离开了香港 我就不会说你怕死,我就不会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你有你自己的真实情况 你亦都有你自己的家庭状况 那些我不会说你的 那当然有些比较激进的 譬如王岸然那些 他又吊咬蕭生 你见到毓民又吊咬蕭生 就是吊咬很多,譬如吊咬星的义得道 有很多就是吊他们的 你见到Doktor也是吊咬他们的 就是说他们的民主政军 之前就怎样支持示威者 一有事就走了 心底里面,其实我都觉得是 怎样说呢? 就是好像示威者会觉得你不在他同一阵线 心底里面我觉得 但是理性的就告诉我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忧虑的地方 所以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为香港发声的 我们都是大家坐同一条船 大家都是同路人来的 那大家如果不 就是大家见到 就是大家见到 坦白说一句 美国 整个欧盟 现在包括日本 台湾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全部都为香港发声 都是支持香港的 那你还有什么害怕呢? 你还有什么畏惧呢? 你觉得中共可以一个人打赢那么多人吗? 没可能的事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西方国家很怪的 他们有很多 很多规矩 很多law要守 所以大家要忍耐一阵 几年时间 几年时间 大家记住要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钻石狗组合 我们的网子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投资日节 九月份 我希望今天会 星期六 出了美团点评 我们还有三集 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订阅 如果这些subjects 适合你的话 YouTube投资不记 九月份 现在基本上八成都是美股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订阅 好,那我们两个收费项目 今天是星期日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盈光幕 亦都可以PayPal付款 大家有任何问题 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大家都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好,那今天是星期日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就要星期二、星期三 再跟大家见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一集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